作为整个石球最早的发现者和最大的收藏家老安一直都觉得挺遗憾的 也一直在为解开这个迷而努力 有一天老安无意间看到了一期电视节目 说在贵州的一个地方也发现了很多诡异的石球 这个事让他觉得很受惧 电视里说在贵州省的三中县 有一个叫做孤鲁寨的水族森寨 盖子背后有一道山崖名叫产淡崖 听得很奇怪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当地人说了 孤鲁寨后山的山肚子里边铸了一只金鸡 金鸡每三十年下一个蛋 蛋会从山崖的崖壁里边冒出来 谁要是能够得到它一辈子财运滚滚 他听上去像是童话故事对吧 肯定还看着 有点没有 孤鲁寨背后的断崖上 果然是镶嵌着无数个石蛋 这这个石蛋有仅仅是露出了一个头 有着呢 却露出了大木 几乎就要给它们掉下来了 这里人都说 铲蛋鸭上的石头 八十算秘书 雅城八十命令 是基于生存八十推散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十命令 二十一年的道长 在藏八十算秘书 举家风吹物 临族法学 道长规矩 二零八八二国八八 石蛋三十年一长 长够了 三十年之后啊 就会从崖壁上脱落下来 凤死了地方 又会长出心脏来 那不是山东的柳金基 还能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了 金基的事怎么能去呢 那么铲蛋鸭 它的奥妙 究竟在哪里呢 前两年 有地质专家 对铲蛋鸭周边的地质地貌 还有对这个石蛋的成分 进行了研究 它总算是接下来事情的真相 原来啊 在五亿年前的寒武记 贵州一带还是一片光阳大海 所以这个石蛋呢 其实是当年海里的泥沙 跟汉酸钙酸子 结合形成这种沉积物 至于石蛋为什么过三十年 就会从崖壁上脱落下来呢 道理也很简单 石蛋质地坚硬 风化速度慢 而它边上的崖壁质地松软 风化速度快 两者风化速度大概相达三十年 当风化的崖壁承受不住石蛋的重力 石蛋自然不就脱落了吗 这铲蛋崖的故事 让老安脑子里边冒出了一个想法 自己发现的石球 跟铲蛋崖的那些石蛋 会不会有类似的来历呢 为此它警告了不少专家 又对准戈尔石球 反复进行了研究发现 还更有可能 这准戈尔盆地 如今呢 虽然是一片高原戈壁 可是在上一年前 它就经历了从汪洋大海 到活跃火山的巨大变迹 而正是如此激烈的地质运动 造出了这些个神体的石球 我们在下部里面看到了 那个下面呢 就是有一些发青研究的地方 你火灶会一般把这个烧过来 一照一照一照的 整个这条线水平了 但红色里面它就没这种石球 像这个白的这个灰一些的 它那是沙烟石 就是续沙 这种结合是大部分就从来这个细沙里面 它尽管是在一个底层上 在上面有它这种颜色 你看它是一点发白 但是这个呢一点发红 这个红就是亚发红 长期暴散 这个外面的和里面是两个概念 你看碰掉的这个 这就是新的 新的颜色 对不对 面望楼高的 里面的基本上都颜色差不多 没这个亚发红 老王刚刚说的这些话呢 都比较专业 没点地质方面的专业知识呢 还真是不好懂 咱们挑最简单的说吧 反正这些个石球的来历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火山爆发的时候形成的一流物 还有一种呢 是海水的节奏 它是在路的各地 但是它通过暴雨冲沙的 就用这个进行 学习把它冲进去 进去在一起 在进去这个过程中 它这个火山贵里面的成分 是天下万别的 但是在这个水的这个漂浮 然后运动过程中 重体肯定在下面 轻的在上面 它谁把它卸进 按着把它比重 把它都搬在一个一个的地方 就像加根环一样 就是造车的 造车的 把它这不同的环境 它也造成各种各样的石头 然后又是火山贵 白额记者 它是中国籍型的 或者白额记者 大量火山爆发火山贵 高温高压 原来是石头的泥浆 泥浆盘 是吧 大栋盘 对不对 那这之后的火山贵 在中间又往下来了 是吧 这种 当时所有的这种石头 在我们环境中 都是这样 变形的 但是也有的 没有成熟能力 中国家 没有横压 它也有横圆的 石头上也有带文物的 就是一道圈 一切是带黑色的 那就是不同的物体 它充实在一起 就从带发文 怎么就行 最后就大自然的杰作 这还是撒盐 一些细杀 成绩下来 成绩后度不大 就在这个泥盐上面 泥子盐是上面 成绩的一种撒盐 在这个过程里面干练 这个呢 就撒盐形成回来 以后形成熊块 后来又有水把它沿 就岸边的浪 就把这个方块打活动以后呢 所以拱来拱去 就是咱们的海家 看到这个浪潮沙 在潮的时候 涨潮的时候 把沙打到岸上 开吹的时候 把沙就打回去 所以来回摩擦 就形成了一种 再后来 整个盆地的这些石头 有的被埋进了地底下 有的沉到了水底 在漫长地质变迁过程当中 它们不断地被分化 被侵蚀 不少石头还沾连到了一起 结果就有今天这些造型 各异的戈壁 专家说了 这些石头除了具有很高的观赏教材之外 对于研究新疆的地理历史 那更是具有重要的科学家里 说完今天的故事 万之除了赞叹大自然的雄伟美丽 鬼斧神功之外 还就是老安这样的 凡是一定要打破杀锅问到底的人 表示一下钦佩 只有这样的人多了 我们对身边这个处处充满着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 才会越来越明白 对于研究新疆